是用麦和柴的小女孩 那来做的解析 因为那里面来说就是说 最简单的方式 其实它包含了 技术的所有的思考 相度和美妙 就是哪怕说 是一个麦和柴小女孩这样 都是从小学 甚至小学之前 就读到的这类的作品 我们完全可以 可能会忽略它的技术 其实里面的技术考量 是非常重的 我现在来说 我是说我个人看到的 当然这里面来说 我说的仍然是 所谓更现实一些的 这类的小说 就是说它一般 现实主义的这类的小说 一般情况下它会什么呢 先把主题线确定好 主题线 实际上对短篇小说来说 挺重要的 因为它什么呢 它是整个这个故事 能够有爆发力的一个 非常重的一个点 整个小说的格是高还是低 还是平常 还是有卓越 实际上这个点 我们无法忽略 但这个点 千万千万的时候 别做提示 它有埋在底下 人 这个 这个人 这个美人 多漂亮 骨骼长得多好 它一定没有一块骨头 是露在外面 它不能 它坚决不能让它露出来 我说的这个话 我就怕别人不明白 然后如何如何的时候 就把它展现出来 我说你看看 我要说的是这个问题 不行 而且尤其短篇小说 更不行 长篇小说里面 偶尔的时候 你还可以说 我来阐释一下 什么 短篇尽量的不做 因为短篇 更要 更要技术的那种严谨 第二个里面来说 我就说 找到这个主题线之后 一般情况下 一般情况下 会 在 为这个主题 设计故事 设计这个故事的过程当中 先选好一个 最强烈的爆发点 和这个主题 匹配 然后 它又有强烈的爆发力的那点 在某程度上来说 小说 小说的设计 肯定要 波兰起伏地走 最好 波兰起伏走 一定要让它 打到那种爆发 只有爆发 这个爆发的过程 它才能够产生巨大的力量 能说服你 然后 让那个思想的那部分 才能展现出来 如果它是凭着这样下来了 就是说 我们按照什么里面说 就是包袱不响的话 它那点 它还会埋在下面 骨头的手 那就是我们就是 像我这样的胖子 就是一堆坠肉 就什么了 也就不行了 所以它还有一个 就是说 最重要的爆发点 一定先想好 然后 根据这个最重的这个点 在设计前面的推 推进的波兰 波兰是能设计三重 约设计两重 三重是最低的 最低限度 然后能设计到第四 别到第三就推 就停止 一定要把所有的 你想能想到 推不动为止 有人也说到里面来说 说好的作家和 就是所谓的 作家 大作家和大师之间的区别 就是 作家会在 别人能推到的那些步 别的作家能推到的那些步 他会把这个 所有的路走完 到此为止了 而优秀的作家会在 这些作家 都推到那些步上 再推进半步 别人想不到 结果他推了再半步 伟大的大师级的作家 有可能在 这些 这些优秀作家的 这个推进的 这半步当中 再往前推进半步 他强烈的 陌生感 强烈的说服力 然后同时又给你那种 巨大的回升 是一定这里面的话 波兰设计 就爆发点设计好了 波兰随之 随着这个爆发点 设计好 而且这里面有一个原则 就是所有的这种 波兰起伏 一定和这个主题线 你前面埋伏下的主题线 严格的匹配 长篇小说 有的时候还可以 所谓我们所谓的 闲笔什么 短篇里面 基本上尽量的减少 就是 我这里面和他们 我们学生的时候 我也说一个里面的时候 说 就是说等于是 所有的细节 清洁和爆发 这个高潮部分 就等于是树上的苹果 是等于是苹果 一个个的鲜美的苹果 挂到树上的苹果 那是必须要 你必须要注意到它 要 如果这个苹果的重量太重 往下坠 所以你挂不住它 那么你一定要想 种种的方式补 让它再挂上去 真要掉的地上的苹果 和这个主题线 完全无关的 这苹果 不好意思 越漂亮越不要 越漂亮越不要 这是一个设计 一个原则 在一个里面来说 就是说 还有一个里面 就是说 我觉得作家应该 拿一点耐心 就是 你一定要想办法 比你的读者聪明 但是你设计 你的读者的时候 应当是 比你智商 比你才能 比你阅读 要高的人 读得多的人 然后你用 使用全身的浑身的血手 来和他来 比拼智力 比拼财能 比拼为妙 和比拼说服力 最好的时候 我就说 如果是什么的话 假如说 你写一篇小说 写个短篇 你觉得 比如说 我们说海明威 是 短篇小说 大家 那么 你 假设 你的这篇小说的 阅读者 是海明威 你怎样 征服他 说服他 让他能看下去 我觉得在这点来说 就是我们的推进 所有的推进 所有里面的 就是 有读者想不到 不能有座家想不到 我还 那次的时候 我还记得说 我用那个 麦火柴的小女孩 那里面 我也谈到那点 说除了他那个 进行火柴的 那滑量 那个每个愿望的 那个阶梯 等等等等 我们不说那 不说那里面 就说 他怎样让这个人 在这一天 这么重要的一天 不回家 其实他把所有的 可能性都想到了 而且 一定要堵住 就是让他回不去 怎么回不去 第一 家里要是温暖 他肯定 回去了 能回去 是吧 好 说家里和外面一样了 有这么一句提示 在前面的时候 就提示 堵住了他这条路 家里如果父亲 对他好 家里有温 有亲情 他也会回去 不好意思 母亲在这里面 是缺失的 奶奶死了 母亲这个词 几乎不出现 那么好 他没有感受过母爱 父亲是个暴君 父亲这块 又把他堵住 卖出火柴去了 他能回去 不好意思 火柴卖不出去 一云火柴卖不出去 他一条一条的都堵住 只能让他在外面 这种 别人的喧闹 和他自己的这种孤单 无助之间 拉开张力 但是每条回家的路 全部给他堵死 你想 你能够设计到 他还有什么样的方式回家 那么这篇小说就会失败 就会失败 哪怕他是个童话 他也会失败 总体来说 我觉得是这是这样的事 有没有说 你说 像后来的时候 像呼安罗尔佛 马克思他们的小说 讲述方式 他们会 他们和我们的 观传的小说 讲述方式会有所不同 调整 调整在哪 在他讲故事的时候 往往是从情境开始 从一个小高潮开始 就他把前面的那个因素 我们说 从前呢 有过什么什么事 这个里面有过什么村子 这个村子里面有什么人 这些人呢 现在干什么 因为革命啊 因为什么什么原因 他们毕竟理想如何如何 或者说他参与了 什么什么样的 抢劫啊 或者是什么什么样的 我告诉你 这部分来说 介绍的部分 小说 在前面的部分 坚决不出 一出来就是场景 就是这个人被绑在了树上 或者这个人 骑着马 怎么样里面 赶往什么什么地方 那个时候 大太阳是怎么样的 前面进入场景 就让你一切就抓住 就他有紧张感 前面的那部分 不介绍的怎么办 做成蝎子 小蝎子 通过对话 通过对话的方式 两个人聊天的时候 或者是别人 对他们之间的干扰 或者是 另外的戏剧插进来 一点一点的渗出来 前面的部分 你会发现一点不少 一点不少 但是极微妙的那种方式 一点点的渗出来 这是后面的这种写作的里面 我觉得这是一个演进 这是个演进 那么在后面里面来说 还要说 唐纳德巴塞尔姆这类的小说 就碎片是他唯一信任的方式 美国一个作家 像他这类的写作 这种的 就是后现代的这种写作 他用碎片的方式 但碎片的方式 我们知道 他本身是 和看世界的眼光 他本质上是看世界的眼光 看人的眼光 他认为 我们所谓的 小说建构的这种逻辑 这种推动 就我刚才前面说的那里面 都是人为的 违反真实的 甚至我们的真实 更多的是一个一个碎片 他不可能成为一个 完整的故事性的 那样的方式来 给我们呈现 我们生活也确实是那样 他的分乱和复杂 远比我们小说能够呈现出来的 这部分有多得多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来拆分 泰纳达巴斯尔姆德 这类小说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内在的逻辑 仍然是严谨的 仍然是有他的推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